好 观众朋友或许也有这样的感觉了 一月份到目前为止呢 怎么没有几天看到太阳呢 告诉您气象局就统计了 北部一月份到目前为止只有三天是晴天 网友现在就感叹说 怎么感觉越来越像大陆贵州的天气 天无三日情呢 早餐店内大排长龙 冷缩缩的天气 民众早起要找热食热汤暖暖胃 今天阿姨特别从美国回来 我们就带他来排队 真的喔 因为说天气比较冷或是什么呢 想吃热食吗 有啊 整个美食广场座位满满都是人 甚至有日本观光客也来用餐 还有民众原本穿着外套吃早餐 因为热食热汤下肚身体暖起来 还在这冷冷的天脱下外套 但外头可是冷得很 台湾的天气进入2013年开始 就几乎没有放晴过 连天气也跟着湿湿冷冷 让人可不舒服 下雨下整天 台北一月到现在才过了第13天 就只有三天放晴 下雨几乎下了三分之一个月 就像网友说的天无三日晴 而过去三个月来的北部天气情况 基隆更夸张 一月没有放晴过 连去年的11 12月下雨的天数 都超过一半 三号晚间开始 天气又会变冷 下周三还会有一波 强烈的大陆冷气团来袭 期盼看到好天气的民众 可能要失望了 终于新闻转开亮 陈西彤台北报道